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了第一场比赛 两支上海的球队进行了首回合的半球赛比赛 结果是上海绿地生花1比0胜了上海身心 再加上上海上岗 上海的球队在本赛季四强当中占了三席 主要原因的上岗和上海生花可能还不让人意外 上海身心进入四强可能是对他们自己 对很多的观众来讲都是比较意外的一件事情 但是看了昨天的比赛之后 感觉身心这个赛季进步还是非常大 在主要练湖安的率领下 球队无论是从战术打法还是球员的个人能力 我觉得跟以往的身心还是有了长足的这种进步 所以我看了昨天的比赛 转发昨天比赛之后 觉得身心打进这个半球赛 其实也并不意外 当然是一定要有出色的表现才能够在强队林立的中国足球队的比赛当中杀进四强 那么中国足球队最终的冠军将和中超联赛的冠军一样直接获得参加下个赛季亚冠小组赛正赛的资格 所以说足球队也是各支球队争取下个赛季亚冠资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 那么现在上海有三支球队围攻广州恒大 广州恒大淘宝在过去这一周可能还遭遇了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包括中场的保利尼奥的离开 包括黄沫文的突然受伤 今天这场在客场和上海上岗的比赛 斯科拉里进行了大范围的人员融化 因为接下来这一周的时间 广州恒大可能都要在上海度过 周末要客场打上海生花联赛 下周还有一场亚冠的比赛 也要同上海上岗 本赛季中超联赛 足球队比赛和亚冠联赛 上海上岗和广州恒大淘宝队都在比赛当中碰面了 他们总共要进行六场大战 广州恒大富有 sekali及能取出 而防能队能実践也在空海达ch 友卡啷苑车诶 好的 场上刚刚进行的是奏国歌仪式 这两支球队在本赛季三条战线全面对抗 总共将会有六场上海上港和广州恒大淘宝之间的对话 目前在联赛当中两回合的交手呢 双方都已经完成了 在足鞋杯的半决赛 这是双方的第一次碰面 随后在下周的周中 双方将在亚冠本赛季的东亚区半决赛当中 首回合再次碰面 所以说双方总共应该还剩下四场球要打 现在算上联赛的两场 这个赛季双方空面六次 今天广州恒大淘宝队主帅斯格拉里进行了大面积的人员轮换 事实上呢 在此前的一轮足鞋杯的比赛当中 也就是在主场第二回合面对广州复利的比赛当中 斯格拉里也进行了大范范的人员轮换 当时人们一度还以为是斯格拉里要放弃足鞋杯 没想到那个轮换的阵容打得非常出色 最后是以一个超大的一个比分战胜了广州复利继续晋级的 斯格拉里也许会在中招慢慢的也学到一些 他以前可能不会去思考的问题 没错 以前呢斯格拉里这个老人家还是比较比较固执 对 因为他毕竟拿过世界杯的冠军 所以在这个人员方面他很少选择轮换 但是这个赛季恒纳目前三线都是有最多冠军的希望 所以现在我们也要看一看斯格拉里 究竟怎么在这个阵型啊打法人员方面进行这种适当的轮换和调整 没错 再加上在转换期呢 这个欧洲的转换期呢 宝林尼奥的离开 对于整个广州恒纳队的中场来讲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 这种影响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还需要通过后续的比赛来观察 今天主场作战的上海上岗是穿着一身红色的球衣 可对广州恒纳淘宝队是穿着黄色上衣黑色的短裤 和广州恒纳相比上海上岗今天是近前主力 在攻击线上的胡尔克 吴磊 奥斯卡 中场的艾赫麦多夫 这些外员同时都首发 这是个场比赛的主赛犯赵志志 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们们 欢迎您收看2017赛季烟军啤酒 中国足协杯赛的半决赛首回合比赛的现场直播 上海上岗主场迎战广州恒纳淘宝 上海比赛已经开始了 两支球队的胜者将进入今年足协杯的最终决战 而这两支球队在今年三条战线同时交锋 这是他们在三条战线的第三次对话 在联赛当中两次交锋已经结束 还有下周周中的亚冠的东亚区半决赛 两场对话 吴磊超 吴磊超刚才这个带球呢 虽然带的不错 球仪是没有丢 但是他带的距离太长了 所以到禁区附近之后 想要再做动作已经没有什么空间 转传过零 今天说过了首发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场作战转着红色球衣的上海上岗队 门掉位置上是一号严俊凌 在后卫线上二十八号贺冠 二十七号石克 两个中卫 左后卫是队长王申超 右后卫二十三号副关 中场的双货腰是六号蔡惠康和二十五号艾翰麦多夫 在突然前卫的位置上是八号奥斯卡 二十九号郑志云也在 好猪啊 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力量也很大 来库尔克 那么在中场的边路分别是二十九号郑志云 这是六二三的小将 以及七号吴雷 呼尔克是顶在中间 今天广州恒大淘宝队的首发阵容 门架位置上三十二号刘建座 在后卫线上十七号刘建 二十八号金英拳 今天刘建是带着队长车标 两个边后卫分别是二十一号张成林 和三十七号一二三的小将陈泽鹏 中场有四号徐欣 二号廖立生 以及十四号荣浩 二十号于汉超和三十号木里奇 阿兰是顶在最前面 我们待会再看看中场这个位置是怎么分过 今天恒纳这个轮换幅度还是比较大 对呀 那应该是离铁 这个荣耗好像消失在这个 很久了 手挖阵容已经很久了 没错 张成林呢 也很少能够出现在首发这 对 现在今天木里奇也是首发处长 当然这个足跃背比赛 木里奇打的还是比较多位心理 而且在上一回合 他们上一轮吧 足跃背在上一轮 第二回合对这广州复利的比赛 当中木里奇的表现非常的惊艳 陈泽鹏今天是出现在左边后的位 荣浩现在来看应该是左边前卫 陈泽鹏在这几两个赛季呢 应该说他的出场机会也不是特别多了 连这边邹正商与付出了 而且李奇鹏的状态也还是不错 嗯 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保利尼奥和黄伯文 这对于任何一家俱乐部来讲都是致命的消息 希望保利尼奥能够在西甲过得愉快 也希望黄伯文赶紧健康的回来 反正这只是我们美好的希望他的康复肯定还需要比较长的一个段时间 其实谈到保利尼奥这个离开恒纳 斯科拉里现在是笑容本面 刚才 但是谈到保利尼奥的时候其实也是眼泪为脸圈 当然的 我们必须得承认没有斯科拉里 保利尼奥也不会来到广州恒纳 所以说 在过去两个赛季 保利尼奥为广州恒纳带来的那些经典的瞬间 包括他和球队一起获得哪些冠军呢 应该是球队心中最美好的回忆 有这个就足够 在名单上的变化 保利尼奥离开之后呢 穆里奇是顶掉了这个外援的名 今天的场地比较滑 浇水比较多 上海上岗这个幼儿三的小将郑志云 最近几轮中超表现得不错 而且上海上岗这瓜色 我们看到高拉特 坐在看台上 郑志 张林鹏 冯萧婷 这些今天轮换的队员 这是下周二可能要出场的球员 虽然都是对同一个队伤 但是因为比赛的状态不一样 所以大家的想法也不同 好球啊 张成林靠边 把球平抽向门前 这个球在前点被解围了 那未来这一周啊 刚才徐安给大家介绍了 广州亨大淘宝队就会一直待在上海 今天打上海上岗 在周末的时候联赛客场对阵上海绿女生花 下周的周末还将对阵上海上岗 最近这个比赛 奥斯卡回归之后 现在埃尔克森上场的时间不是特别多 对 这个球吹了胡尔克手球 胡尔克觉得球是打在自己的肩膀上 胡尔克是对谁有意见的 是对裁判 看看 一会看看他手指的方向 显然不应该是大海的方向 那应该是裁判的方向 他这个中短距离的加速 依旧还是非常犀利 在失去了保雷尼奥和黄沫文之后呢 因为本场比赛要轮换 所以政治也不在 那么在中场徐星和廖利生 将会承担更多的任务 其实呢 这两个球员在广东云大淘宝队 此前有过不少替补登场的机会 但是打首发 除非遇见像今天这样的轮换的情况 还比较少 他们两个无论如何也都需要成长 而且今天从这个阵型来看 感觉恒大像排出一个442的一个体系 两个前锋 慕里奇 还有这个阿兰 约翰超的位置好像在左边 荣昊在右 两个后腰式 徐星跟这个廖利生 现在来看 这球停的不错 慕里奇 从这往里走 但是遇到对方三个人的包围 后上的一个抢断 张成林在外围要打远射 就被挡住 场地比较滑 大家都在一边调整一边适应 今天这样的比赛 尤其是在半决赛中 给这些平时比赛打的少的球员 这样的机会 其实非常难度 包括像今天首发的小将编户位 陈泽鹏 这个球是盼了金英泉的犯规 今天中后位的位置上 广东海浪淘宝队是金英泉搭档刘剑 队长球标带在刘剑的作弊上 上岗这边呢 因为基本上都是主力 所以他们的位置还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副官是出任右边后卫 他基本上是排出了一个主力阵容 从这个距离来看 可能霍尔托要选择远射了 是一直在找这个球眼的 是吧 有可能 对 没错 奥斯卡和霍尔克两个人站在球的前面 不过看起来霍尔克已经做好了 路舍的准备 路跑距离并不远 他还是想打一个电梯球 这个电梯球 如果你要像这个如荫尼奥非常有数 有些时候如果说没有找到感觉 或者是有些偏差的话 这个电梯就是忽上忽下了 本赛季呢 广州汉大淘宝俱乐部给斯格拉里的任务是四冠王 从中国超级杯开始 这个画面是在比赛开始之前 斯格拉里和霍尔克两个人的这个亲切的拥抱 斯格拉里在巴西祖坛是个交付级的人物 我们霍尔克也是曾经的巴西裹脚 这个球看看是判的首方犯规 首方犯规 在失去身体平衡的情况之下 为了避免荣耗的前叉 所以这应该是10颗 10颗 10颗倒在地上的时候顺势也拽倒了荣耗 荣耗这个球啊 在这个身体对抗上还是挺聪明 先挤住位置 时刻知道如果这个球自己已经倒了 对方再过去了 很有可能会很麻烦 所以采取了对子的战术 把对方拉倒一张黄牌 刚开场时间不长 主力终于吃到一张黄牌 廖立生站在球前 廖立生这个定位球还是 呃 脚法不错啊 没错 123下周杯曾经连续两场比赛进球 哎呦 这球打的质量也很高 再掉到后点 越位了 文浩那越位 其实这个球 陈德鹏 也可以选择一小远射 但是刚才廖立生这叫定位球师 还真是很高 连续两场正好防守的是左半边的球门 双拳将手挡住 但是现在你看有有一点 胡尔克只要拉出来的话 现在金银拳 他上抢的这个幅度非常大 他基本上是胡尔克到哪 在中后场 在这个防守中后场的话 金银拳跟胡尔克跟得非常紧 是 这也许是一个针对性的布置 对 刚才拼抢的时候 徐欣手上有动作 打倒了艾赫麦多夫 打倒了 educate 盆路 jest一个权拳 玩吗 这个鬍子 打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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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支球队在本赛 中超的冠军争夺上面 也是靠得非常的近 此前那两队一度分差 只有一分 而且保持了好几轮 但是近期随着一些 这个场次的不同的成绩 两队的分差再次拉开 不过 鉴于联赛还有一些时间 所以今天中超的冠军归属 还是有些选担 目前两支球队是有五分的分差 在两支球队联赛的直接对话当中 恒大是在主场 应该是3比2 击败了上海上榜 在客场的话 恒大跟上榜是打成了平局 对 2比2的平局 到目前为止 在国内战线上的交手 这两支球队 在这个比赛当中 上海上榜队还没有取得过胜利 而现在对广州恒大来说 保利尼奥 转会去巴塞罗那 加上黄博文的受伤 这确实影响了球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 这场地比较滑 旁边的跑道也比较滑 张成林刚才差点摔倒 现在对上港来说 这几场比赛对决 就看上港能不能抓住这个机会 面路传球 前点被顶出来 这个球越位 但是整个配合打的还是比较流畅 这俞汉超在竹场 这个球是个好球 而且还差的比较远 你看超跟荣耗是分区左右 本赛季广州恒大淘宝队的 赛季的最理想目标是四款王 从超级杯开始 从目前为止 他们拿到超级杯 在联赛当中有五分的优势排在榜首 在另外两条战线的足级杯 和亚冠前进路上都碰到了上海上港 再加上未来一周是一直要在上海滩作战 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是 斯科拉里的命运和广州恒大淘宝队 本赛季四款王的命运 在这一周其实就能建出一个大致的分响 如果在这一周上海滩的三场比赛当中 拿到比较不错的成绩的话 至少其中有两条战线 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了 所以联赛现在领先五分的话 相信斯科拉里肯定是要 至少在联赛当中要力 所幸的是广州恒大淘宝队在今年联赛当中 所有比较强的对手的赛程都已经结束了 面对联赛排名前几位的球队 他们的赛程是 好球啊 穆里奇真快 但是这个球有点弹跳 所以不太好往前领 他先把球控制住 阿兰上来 推身后 阿兰进去里头没有别人 靠打门 就两个人 就两个人 但是这两个人的配合 从第一脚于汉超的传球到这个 穆里奇传给阿兰这球 这个球是眼看着 对方边后卫眼看着这个穆里奇的这种直传球 但是没有办法 刚才贺冠好歹在第一时间缠住了穆里奇 但是呢 穆里奇推的这个球 力道和线路都恰到好处 黄申超以及贺冠两个人的缠抢 挡了一下 球稍微偏了一些 脚球 如果穆里奇阿兰这球再做一个假动作 再拨一下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空门 当然那样的话 阿兰可能也去巴塞罗那 哈哈 张春连跟刘健两个人交代了一下 这两个人后续的跑位 开了竹路 投球 刚才交代了一句还真管用 刘健 张春连跟刘健两个人在脚球开出来之前是窃窃私语一番 讲了讲跑位的这个任务分工 没想到还真就是这么一番交代 最终让刘健拉开了射门的空间 张春连完全就是个虚宝的谎 你往前走 然后给对方后维带走 正好是流出一个空门 今天对这个上海上岗来说也有很重要一点 后维你看就是他 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埃尔克森这个比赛现在打的比较少 但是现在整个上海上岗现在在中路缺少一个中锋 其实这个胡尔克他不是一个中锋的人选 对吧 他是更多应该是在边峰的位置上 但是今天可能这个波瓦斯也可能要一个平衡 艾哈麦多夫今天首发出场 或者让让这个奥斯卡今天先打 但是现在胡尔克顶在前面他经常拉出来 没有一个中锋 没有一个支点前锋 这样的比赛有点有点对上海上岗来说有点难度比较大 是 差点是用脚底踩了球过了个蹈 这典型的这个南北球员的提防 麦多夫 你看现在现在中路 胡尔克对吧 胡尔克他就拉在边路 现在没有中锋啊 许心对抗了一下身体 但是没有阻挡胡尔克前进 胡尔克在找自己射门的机会 这个球犯规了 流淀的这个产球犯规 刚才为了抢这个胡尔克 两名恒大球员撞的人仰马斑 徐欣其实就是在主场打上一场比赛 跟胡尔克对抗之后受伤 受伤了 那场球应该是咱俩在现场就说的 对 流淀这个球确实虽然脚捅到了球 但是同时也撞倒了奥斯卡 这个位置的阵影球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澎纳这边门将流淀座在指挥人墙 现在广东的淘宝队在客场领线 他们拥有一个客场进球 奥斯卡 胡尔克这个位置上左脚右脚的队员都能踢 沥斯卡 胡尔克来打 打在人墙上弹出了底线 脚球 这是自明歌 这个球是在阿兰起跳之后 用头顶出了底线 他打了22分钟比赛 感觉上海上岗那个进攻 线路不是特别清晰 脚球 要换人了 李文君 李文君出场的话 撤下郑志云 623的小匠郑志云 李文君出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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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双方火药味还是挺浓的 几个巴基人 各位其主 奥斯卡是一直在追着阿兰 一直在看着远端队友的跑位 等到准备出角的时候 这个球犯规 奥斯卡是从背后放产 虽然这个球 它也是想去触球 但是在背后 在侧方就用产足的话 裁判大 基本上都会出示这个销售 吕文君 徐欣 再和他的对抗篮路犯规 徐欣和廖立生 吕文君现在上了以后 打的是中锋 他打在中间 他在联赛当中有过这种战术 把吕文君放在中锋的位置上 然后霍尔克拉到边路去 吴蕾在另外一边 还是个角球 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 让上海上的阵线逐渐压了上来 哇 这是防守球员顶到了投球的人球 去奔着打门的后脚去 还是角球 两个人关键是同时起跳都在前点 互相稍微有点干扰 阿兰和于汉超 这个球最后是给了门球 球最终应该还是弹到福尔克的身上出了底线 越南越皆肯定照 通设 越南越世界 越南越南越米 突然至此 赛惠康在对方当中踢倒了阿兰 这段时间双方的这个火药味比较浓 阿兰和穆里奇两个人 做一个交叉的这个过程当中 赛惠康脚抬起来 是踹在了阿兰的腿上 两支球队现在应该是中招 或者是国内做的最强的两支队 所以多次交锋 多场对话 互相之间也比较熟悉 感觉这样的比赛 广州恒大战术的目的性更强 更强一些 他在失去了这几个阻力之后 控制也许有些力不从心 但是斯科拉里及时的做调整 这种比赛就不打控制 没错 而且今天就是你主动回收 然后利用穆里奇 还有阿兰的速度打反击 两个边路 还有预翰超跟荣昊也有速度 对 基本上是一个4-4-2这种阵性 然后有些时候阿兰呢 要稍稍回撤一些 在这个前右的位置上 我得其实想要脚步跟顺给队友 但是刚才那个球没有踢好 远军 让他迈多夫转一下 吴磊 吴磊在外围的射门 又制造了一个脚球 今天场地上积水比较多 或者说在前洒的水比较多 所以呢 这个球一旦粘地之后 可能就会出现很多的这种加速的情况 现在不知道阿尔克森是不是受伤了 有伤 如果没伤的话 就连作打了一下 但是没达远 波尔克 三个人围着他 两个人在前面 一个人在后面保护 公力骑 这个球没出界 如果阿尔克森没受伤的话 阿尔克森他对广州恒大 其实还是非常了解 我今天他是并没有报名 对对 没法报名 阿埃迈多夫 奥斯卡 阿尔克 这个外援的选择 根本就没把它考虑在内 对 这个球捅掉了 找木里结 他现在反击当中的速度 还真是最有力的一把武器 低球往前点船 想法不错 这个球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了轮换之后的恒大 是在打完全的另外一套拳法 对 和此前的控制 那种进攻模式不一样 哎 这个球没吹 刚才感觉张成林断球之后 两个队员腿拌在了一块 应该是个犯规 应该是个犯规 这种球有些时候即使不是有益的 但基本上在欧洲的裁判 这个判划当中应该都会吹的 都会去犯规 我里齐 哎呦 裁判适宜起来 比赛要继续 比赛还没停 这个时候上岗的队员 由于自己倒在地上 可以吴磊停止了轻功 这一下撞的可不轻 这是一个正面的冲撞 嗯 特贯 这下好像撞到了阿兰的膝关节上 基本上是大腿啊 困关节啊 膝盖啊 这这这附近 这种球呢 贺冠可以这么上啊 但是这么上的话 其实 一个是对对手容易造成杀 一个是对自己 这种这种保护 也做的不够 嗯 另外呢 在这个位置 一旦是犯规给对方认一球的话 太危险了 其实还有 其实完全还有更好的 这种防守的选择 刚才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就是贺冠想上 但是这一下地也比较滑 所以他一下也没收住 完全把自己重心给扔出去了 这还是刚才的那一个 角球的投球破门 张成林在此前和刘健的耳语啊 最终在这个进球的跑位过程当中 是完全呈现出来的 虽然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 但是肯定是张成林的这种 跑动来带动对方的防守 给刘健的同时空间 或者两个人互相之间怎么做 30分钟 正好是河冠受伤 说话也有个毒水之间 这30分钟感觉上海上港 打得比较紧一些 呃 广州恒大相反 哎 心态啊 各个方面感觉比较比较平稳 对人在场上这种表情啊 各个方面也显得比较放松一些 所以现在上港啊呃需要有一个需要有个调整 当然从人员方面呃吕文军出场 但是我觉得从这种战术打法方面呃从这种 这种这种兴奋兴奋度上 我觉得队员也要有一些的有一些提升 今天上呃这个恒大这种打法呃很少见 哎啊我主动是回收防守 然后利用穆里奇阿兰那种速度 打这种反击 这个就是一种呃因地质疑嘛 对吧 我自己现在只有目前的这个人员的组合 那么就按照这个组合最擅长的方式来踢 这倒是一种很智慧的做法 呃 刘健这头头顶进之后 这个球传的越来越精准了 看来 诶 球又到了脚下 看来这就如果分边是最好的 他自己多带了一步就给我丢了 给对方一个反击的机会 无碍 还是脚球 上海上达后的这脚球次数特别多 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他们在中场现在能够控制中 但是呢 要是说从上门的威胁程度来看广大队有反击当中有速度 对 所以也不相上下 就现在恒大的这个这个这个四四二有防守体系啊 尤其是 你看这个小球 呃上海上海很难打破 因为他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中路的一个支点 所以在中路没有给这个没办法给恒大造成真正的威胁 而这个这个区域其实就是 比赛当中各支球队防守的重点区域 在这个区域没有没有知道威胁的话 即使在边路 呃 乌磊啊或者是湖尔克很合约 但是在 危险区 也没有创造出更好的机会 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现在有点难 嗯 又是强断 另外一点 我们看现在就是呃 很重要的有一点 在反击的过程中 为什么恒大慕里奇拿球很轻易 他在前场可以很轻易的把球控制住 嗯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问题 嗯 好球 这球塞的不错 阿哈迈多夫 佛尔克在跑位 阿哈迈多夫给这边有机会打门 进攻方在投诉说手球 但是裁判是以比赛继续 看来 约翰超 果然并没有过去 阿哈迪 呃 索 人 阿哈迪 刘建 宇文君 再给宇文君 这个球敲到链上稍微小了一些 传到了宇文君的身后 这个球敲到链上了一个大脚 对方当中 穆里奇是倒在了地上 古雷在回身观察穆里奇的情况 这一回头 古雷自己的节奏也有点乱 穆里奇应该是已经起来了 这个上岗的速度始终是起不来 古尔克扛住 这球判了犯规 首方的犯规 在8月31号的时候 在武汉世界杯的十二强赛 亚洲军率预选赛 中国队和乌兹贝克产队还有一场交流 海海外头夫应该是他所有队友当中 去往客场最近的一个人 他比伊斯梅洛夫还要紧 伊斯梅洛夫比他多两个小时 看看这个任意球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也不错 不过这个任意球适合右脚队员来进 打门 越过了人墙 打的正好是能量防守的半边球门 刘建座球抓的很稳 刘建座机场比赛轮换表现 也就是非常出色很稳健 刘建座以前在上海 应该也踢过球在身心 是啊 后来去往广州复利 虚心 廖绿生 两个人的衔接点不是很好 荣耗往里切 这应该是个脚球吧 这个你看 延建庭把球 摁在那线上 跟裁判说 你看出世界 荣耗今天表现机智还是不错 停的这下就很好了 连停带过往里切 最后顺便没抡上 颜距领啊 他扑到的时候 那一瞬间可能球真是出去了 但是门将嘛 下一次都会把球往回扒一下 这么一扒了 把球摁在了底线上 裁判组的这个脚球的判罚 决定没有更改 从那本场比赛获得脚球的次数很少 进球的那一次是个脚球的机会 但是脚球整个人来说 比对方要少很多 这一次看刘建跟赵盛林啊 看怎么又来了 又顶到了 稍微偏了一些 是不是阿兰顶到他 我觉得重场休息啊 布拉斯应该要做出一些调整 上半场第一现在没有阿尔克森 缺少一个中间的支柱 支点 另外一点就是上海上港 今天这个速度始终没有打出来 恒大的这个防守阵型始终没有被打乱 这个就非常难了 而且恒大的反击当中啊 这个这几个点都太快 反击点也非常明确 穆里奇 阿兰宇汉超 包括容浩吧 所以打起来要是都攻上去的话 可以看成是424 博尔克过掉了陈泽鹏 还是有队友过来帮忙防守 好球啊 这个球没有停好 如果球能够停到身前的话 可能是最好的 陈泽鹏的这个上抢时机把握得非常好 就是在对方一停球 要求离开身体的这一瞬间 当然前面队友越位了 所以没有船 徐兴刚才这么一闪 这个动作做得漂亮 但是呢 他护球的时候就把自己的腿 晾在了奥斯卡面前 奥斯卡是背后踢了他一下 所以是个犯规 上不上的比赛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空前场上的比分呢是0比1 上海上岗在主场落后于广州 和他淘宝 这是两支球队两回合的足鞋杯 半决赛的第一回合 这球宇汉超停了不错 今天比赛对这个 人说料理声 徐兴 这两个位置还是 这后要的位置还是非常关键 这两个人比赛 这个赛季打的逼近比较少 要么豪博文 要么这个政治 要么保利银耀 基本上这三个人之间轮换 陈泽棚在一些关键球的处理上 还是稚嫩的一些 比赛打的少 再加上忽尔哥带着风就上来了 所以小伙子有点躲着踢 刚才这一瞬间 陈泽棚是吃了一张王牌 公尔克在外围自己发炮 但是这一次放了高射炮 有点着急了 上海有点着急 看了中场的调整 因为现在越打 宏大他这个心态越平稳 因为这个比分在客场领先的话 我相信可能斯科拉里在前也没有料到 而且上半场这个局面 关键是上海上高给宏大的这种压力不够 一个是前场这种逼抢 一个是进攻的速度 还有就是中路的这种威胁 这个不够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乌磊在带球的时候 张成林在身后反规 就在裁判的面前 张成林今天在右边路 打得也比较硬朗 这次乌磊的机会不是特别多 现在进攻 主要还是看右边路的呼尔克 只有这一个点 现在威胁还是比较大 又来了 小波磊好球啊 有没有 射门被门将挡住 再传到门前 大家在抢 没有机会了 刚才这时候 护尔克挑传这下非常好 就是现在 护尔克他从右边路内切之后 恒大肯定是几名拳上来封堵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如果是护尔克能把球传起来 乌磊啊 或者其他旅温军 能有前叉的机会 可能会更好 有些时候就像巴塞罗纳梅西那些之后 这边 当年的内玛尔啊 还有这个阿尔瓦这些球员可能都在远端 在随时准备现场 是 那护尔克自己能有机会有角度射门的话 他的本身的射门就颇具威胁 但是呢 如果他没有机会 他把球搓起来的话 往后点一传 就像刚才乌磊那样 就能获得射门的机会 这下是上往上啊 往上上 桥回来 闪开 掉进来 投球打在立步上 再射门 哎呀 乌磊脚底也打滑了 这个球奥斯卡传的好 传的漂亮 从他到边路摆脱那一项 对 到船 都是完美的这种处理 吕文君的投球顶的也不错 运气差了一些 顶在立柱上 再看一下 摆脱 传的漂亮 其实顶的也不错 吕文君这个投球控制的 你看 是 已经非常好了 这个球 因为这个球稍微线路高了一点 而且速度比较快 它是控制好自己的身体 用前额等在这个球的线路上 稍微的一点 这就是运气差了一些 稍微往里偏一点的话 门将一点办法都没有 吕文君最后 上门的时候脚底也有点滑 没错 因为这球里面发发力了 只能是利用这个腰斧的控制 又是宇文君拿球 还有梅多夫 科尔克 在船 想要倒钩 这个球应该是危险动作 危险动作 在这球 所以乌磊应该也没有看到 没有看到 很大的队员呢 觉得这个动作至少应该吃一张黄牌 于汉超是选择投球解围 同时乌磊的脚起 是吧 是乌磊这下也没有看到 但是可能确实踢了个 踢了个正着 因为于汉超在后面 正好是踢在了面门上 还好于汉超这个身体比较结实 这个时候赵志志 追想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 现在上半场由队长刘剑 投球破门 广州汉大淘宝队在客场1比0 暂时领先于上海上岗 黄金赛事风云赛场 金利S10手机邀您共赏 四摄拍照更美 金利S10四摄拍照更美 想广远化 东风标志5008 七座SUV震撼登场 嘿Siri 提醒我今天要霸气全开 好的 我会提醒你 全都开了 科技网联作家 2017款福特新萌迪欧 福特 尽无止境 雪花 雪花开启第一赛场 雪花勇闯天涯 为你呈现 CCTV5年度直播赛事 锦翼X5 锦翼X6 双车双体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你有多想要 你就能做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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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33代 提示您收看 黄金赛场 中华V33代 制控时尚SUV 动随心 想自在 科技网联作家 2017款福特新闻D.O 福特 尽无止境 静想这一刻 百威 竞争我 科技网联作家 2017款福特新闻D.O 福特 尽无止境 这一刻 只想继续 智能量 帮我随时补充 能量不新 为热爱灰害 全新 卖动智能量 挨生活 挨商务 挨资讯 挨SUV 遗箱动物9号 猎豹CS9 因不同而不白 许货 雪花 涌闯天涯 你有多想要 你就能做到 水中贵族 百岁山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中场的演播室 在上部场的比赛当中呢 轮换程度比较大的广东和拉桃 小宝反而是在客场1比0领先 这两支球队在过去这几个赛季呢 他们是中场当中比较强的两支球队 可以说他们是中场目前最强的两支球队 也不为过 两支球队以前进前主力的时候 包括我们看恒大这边 郑志保林尼奥这些人都在的时候 打的也是难分难解 但是呢 在恒大如今出现的阵容大面积轮换的情况之下 反而上半场看起来好像 全主力出战的上海上港队打的 还没有过去面对恒大的时候那么突出 徐昌之导在上半场谈过了说 觉得双方的这个战术安排针对性不一样 广州恒大队在失去了那些主力之后 反而现在好像更加务实了 不打控制性足球打反击 好像上海上港还不是很适应 应该是这样 我想上半场广州恒大 他好就好在这些球员虽然平时比赛打的不多 但是今天这个战术思想非常明确 就是以防守为主 然后利用穆里奇跟阿兰 包括于汉超的速度 给对方 给这个上海上港 制造更大的这种反击的威胁 一个是还有一点就是心态 今天上半场比赛 我们看到恒大这些球员 心态表现得非常平稳 包括刘健 包括那些球员 这个脸上总是有这种有这种笑容 这个就有些时候 让这个上港打得非常着急了 那么同时像这个恒大在反击当中 他的反击点非常明确 穆里奇阿兰 这两个点非常非常明确 所以恒大在进攻的时候就是 八个人的防守体系 然后阿兰还有穆里奇顶在前面 反击的时候主要是以这两个人为主 这是上半场 那次进球前的创造的角球的机会阿兰 那么对上海上港上半场来说 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也是 第一点没有速度 没有打出速度 我们看看这个角球 你看张成林和刘健 这个时候刘健 刘健还在张成林贺冠钉的刘健 对吧 再看往前一带 把蔡惠康给带走了 对蔡惠康带走 而且贺冠钉的刘健最后也没有看到人 这个是我想也是恒大球员这种心态 比较平稳 而且在这种角球定位球反击方面 那你客场不占优势的情况下 那肯定是反击角球定位球 这种球是非常好的问题 另外一点对上港来说缺少一个支点 上海上也谈到了 阿尔科森今天不在场上的话 没有中路的支点 最有威胁这个区域 没有球员 没有一个重要球员 在这个位置上 胡尔克还有乌磊 虽然最后也创造了一些机会 但是都是从边路来进行 突击 然后内切 另外一点 对 最后那几次的机会 就是希望下半场 李文君能在这个中锋的位置上 能起到这个支点的作用 同时 上半场的比赛 在上海上港 打的不够兴奋 球员在场上 好像打的比较沉闷 另外在中前场 这种逼抢 在丢球之后的就地反抢 上海上港 好像做的也不够 其实两支球队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 周末的进行联赛 包括下周 进行的这个亚冠比赛前 可能都是心有旁骛 感觉这个力量 又不敢发力 这个跑动好像又不敢全力 有些时候总是想着 周末还有场比赛 或者如果这样想的话 那可能你的比赛进程 可能就不像赛前布置的一样 那种发展 必须要统一大家的一个思想 对上海上海来说 那么广东方大队 因为他阵容做了一些轮廊 我们刚才上半场的时候看到 那些真正的主力 其实都在看台上看起来 为了备战下周 或者本周末的这个比赛 但是上海上港 现在主力全在场上 他也没有外援在调整的空间 因为今天上了外援的名额 已经上满了 所以像阿尔格森 他根本就没有报名了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觉得 博阿斯又不能在场边亲自指挥 上海上港的调整余地会是怎样的 或者说现在调整余地不大 可能余海还在场边 但是上半场已经换了李文君了 那我觉得整个 其实这就是上海上海的主要的 一个主要的主力阵容 那这种情况下就是统一思想 就是大家不要再想赢怕输 然后又是想保存体力 这个时候就是要你要被 就是要奋力搏了 那么你上海上港 因为你派出的是全部的主力阵容 你不像广州恒大 他派的是一个轮换阵容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你再换灯换尸的话 那可能结果就是以愿为 越怕失去 可能越会失去 那么对于斯克拉里这边 可能也有一个有趣的收获 就是以前觉得什么都放不下 这个队员也得上 现在彻底换也反倒是挺好 现在放下之后一身轻松 又换了一种活法之后 好像活得还挺不错 所以说这都是大家在足球当中 都各自学到了一些新的这种认知吧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之后看看下面上 这球队会有怎样的 战术上的调整和变化 净想这一刻 百威竞争我 静翼X5 静翼X6 双车双体 尽情来袭 东风风行 这一刻 只想继续 智能量 帮我随时补充 能量不新 为热爱灰害 全新 脉动智能量 一段严酷的岁月 孕育体育史上的奇观 一种精神的传承 判断世界的目光 一次次挑战 刷新中国的高度 拍照更美 经历S10 四摄拍照更美 中华V3三代 制控时尚SUV 冻随心 享受在雪花 缘千营造 雪花传声 为您呈现CCTV5 年度直播赛事 缘千营造 雪花传声 降心营造 降心营造 雪花传声 雪花传声 Q1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十年如一日 科目健康 精转品质 哇 纯净水 这是我的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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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双方 下面应该都没有换人 好的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上响 双方的下方场比赛开始 下方场主队上海上岗队是从兵部右侧往左侧进攻 网上红大队从左往右攻 比分现在是0比1 主队在十多后 纽约军顶在最前面 虽然他并不是一个中锋出身的球员 但是他做支点 让周围的几个队友获得更多的进攻机会 也是很好的一种讨论 看这个位置上就是支点 这只是一种要求 这个位置上夏尔克森 给同伴做球 自己门前的强点得分能力 这也是非常关键 为什么好的中锋 那么贵 全世界要找好的前方都非常的难 因为他们的任务要求越来越高 中锋这个位置跟前锋还不一样 不一样 扑尔克听球转身给身后 这球没有传过去 都见这个滑铲非常关键 封堵了传球的线路 有点不一样的 西洋五个月 Report 对 东西五个月 窄博的核博的结导 吴磊转身突然射门了 罗浩把球踢出了边线 没有给对方脚球 现在南深海上岗 他没有一个 纯左脚的边路球 变后卫 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的话 有时候王神超在这一侧下底之后 还要把球 停到右脚 然后再向里传出 这个时候有些时候会遗误 比赛的战绩 同时同伴已经包烧到位 这时候你再扣回来 然后再拿右脚往里再兜 等你 选择了传球的这个线路的话 对方防守拳其实也已经到位了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国内 青少年球员或者各俱乐部踢队片 这个左脚球员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昨天一场比赛 上岸身心 有几名中后场的球员 全队比赛 我看了大概有五六名球员 是左脚踢球 感觉就不大一样 他就更均衡 对更均衡 很顺 踢得很顺 我在左边后卫 左前卫 那我可能就是左脚球员 把我一个左脚拳打的右边 就像这个 这个霍尔克一样 左脚打的右边 可以内切 可以选择传球 可以选择射门 就你的变化可能会更多一些 但是对边后卫这个位置上要求 那你左脚解围传中 那你可能左脚就要占 更大的优势 在哪个边路 哪只脚 可能就是主脚 对 因为现在 就是在这个欧洲主流 这个这个球队 或者是有豪门球队 现在这种中后卫的要求 左中卫 也希望是左脚 全是这么安排的 所以这个比赛 现在这个足球发展到今天 就对位置职责 要求越来越细 好球 后卫的防守位置保持的也不错 对于上海上岗来讲 其实 他们原来的 主力的左后卫 应该就是从伙承宏大回来的孙祥 孙祥 他同时当时也是球队的队长 但是后来因为孙祥生病了 所以 王神超的位置其实也是挪过来 王神超打右边后卫的 不过王神超在这个位置上打的也非常出色 孙祥现在也入圈了国家队 王神超打右边 而且这个位置如果王神超打右边后卫的话 可能张位会替补 打到这个左边后卫了 但是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纯左脚的球员 就不像当时孙祥在这边这么顺 没错 但是恒大现在你看 现在今天是神的棚是一个左脚球员 然后 这个左边后卫 邹正 李学棚 对 三个左脚球员 还是脚球 霍尔克主发 他的一两球速还是 比较快 这个球比较滑 连 球场的主人这边 杨俊领脚底下也得小心才是 霍尔克 好球 这球分的不错 哎 两个人有接触之后倒地 裁判给了脚球 刚才这个球感觉门将 留恋座的动作稍微有点慢 他手还是碰到 能不能靠 能不能靠 多美 看起开角度,脚动作扣,还往前,准备铲照 道理说跟的还是很紧的 看了阿朗犯规,而且给了阿兰一张黄牌 看来也许觉得这个动作还够不上黄牌 再来看看逃得很左断,52分钟 角球定位球,前场角球定位上半场获得很多次的机会 但是好像变化不是特别大 战术的变化 到后点力量太大 可能是撞了一下身后的力柱 这球的高度呢,想要直接放出去,又有点危险 也不知道生活情况,所以刘天座第一下 自己的重心有点不凡 在这个情况下,球就没有暴露了 刚才上岗球上这个球跟进的也稍微慢了一个 可能没想到,觉得这个球可能是不是文章一定会处理好 可能再防守他,明军打一个状态 球啊,还想再往里敲的时候被拦住了 迈克拜托斯分边 俯环上来 球速转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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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半场上方加强进攻 尤其是左边的王生超这一侧 基本上是来到了恒纳近距附近 恒纳退的比较深一些 这个球这球传的不错 红球门前 度射球进 这段时间本身感觉防守就岌岌可危的 就是你退的太深了 你把这个整个把这个阵线已经回收到自己禁区里面了 这个时候加上王生超加上这边胡尔克 就比较难了 由于退的太深 所以刚才在一次反击的过程当中 余罕超把球带到边路也翻到前面 没点了 你看他退的太深了 这种球 胡尔克在横传的时候 门将把球挡出来 但是后边跟上的第二波攻击 由艾哈迈多夫 捕射得手 比分编成了1比1 下面开场之后 一个是我们说上个加强的进攻 另外就是宏大把这个房间上半场 基本上退到禁区线 大禁区线 这个是唯一个唯一个基础 但是这个阶段退的太靠后 王上元应该出场了 荣耗下了 王上元换下了右边的荣耗 这个换成应该是刚刚做出的 奥斯卡 奥斯卡现在在中间表示又来又活跃 这是本场比赛 奥斯卡当年在切尔西的时候 他的踢法比较 就是攻防 比较均衡 有一个技术统 我记得当时看了技术统 奥斯卡全年的这个回防的次数 就是回墙的次数应该是非常多 他是 穆里尼奥非常喜欢的球员 穆里尼奥喜欢的球员 这一定对均衡性强 在攻守均衡的基础之上 你还有自己的特点 因为穆里尼奥那个阵型的要求比较均衡 颜色合缝 这是一个后场的街外球 这个球像破抹球一样 在两个人身上 谈来谈去 对 奥斯卡现在这个点能让料理生和徐欣 防守起来非常的困难 一对一跟不上 所以有的时候被摆脱之后 就容易让奥斯卡送出比较舒服的 这种穿球来 好球 左环 横推到门前 门球直接出界 但是这段时间 恒大的防守是比较危险的 因为现在两个边后卫副官 跟这个王胜超 现在已经是拼拼来到 恒大的这种进区附近 这个时候 恒大的防守压力就非常大了 所以现在一个是防守 要有一个区域 同时 你要在进行当中 现在下半上 我们看了开场打了十几分钟 穆里奇跟阿兰几乎消失了 上半上两个人还经常拿到球 空不下球 而下半上 上一上半明显的加强了中前场 丢球中的就地反抢 对这个穆里奇 还有这个阿兰 背身逼的也是非常凶 又来了李文君 刘建放产将球破坏 感觉这比赛刘建像场上大哥了 确实也是如此 前面没什么别的点 阿兰在另外一侧 向前加速打门 哎呦这个球打的质量非常高 同那现在因为没有什么进攻的更好的套路和方法 因为被压制的太靠后了 所以这几个人个人能力很专 给蔡维康补的那张应该是刚才产翻王上元的那个动作 产翻也是本身有利进攻的原则让比赛击去 打得真好 就是这一项 这个动作吃了一张玩 这个球啊 现在是在进区里边无论是交到侯尔克阿兰还是木里奇脚下 奥斯卡脚架都有威胁 现在双方现在这种战术可能有打到前场 尤其是恒大 那只能交给阿兰或者木里奇 由这两个人通过个人能力 现在上岗这边呢 就是奥斯卡这个阶段打得比较活跃 对他脚底也活了 对他能把这个球传组起来了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他在中路 如果他这个中路这个区域打活的话 那你边路的话 这边可能就会给这个侯尔克制造这种一对一的机会 现在节奏提起来了 提起来了 就比上半场的节奏明显要提起来 嗯 这个球呢 打得稍微急了一点 都打在对方的身上 这边空了 侯尔克自己还在带 刚才那个球应该早分出来的 那当时在上 在这个广州打那场比赛 当时这个保利尼奥跟侯尔克对抗起来 都是都是跳着在对抗 身体接触一下马上离开 路里奇速度非常快 往里切 最后盛门这下打偏了 当时徐琴还年轻 几个月前徐琴还年轻 还在跟这个侯尔克身体对抗 啊换下了 应该是换下木里奇 这是等时间内 斯格拉里做出的第二个换人 61分钟 5分钟之前他往上也要换下了 木里奇这个体能还是有些问题 是他打不了全场 对 现在一点点要一点点的去通过比赛 来这个 储存那种体能 如果他身体这个时候身体体能 然后身体素质更更出色的好像这个球 木里奇可能就是那些或者用其他假动作 摆脱对 木里奇的速度还在 只不过他感觉身体也比之前 呃在颠峰状态时期要稍微的胖一些 稍微发腹发腹了一点 所以他这个做动作会受影响 但是这场比赛找着 对打了60分钟 那可能下场比赛就他就可以有70分钟的体力 所以在最关键的这个时刻 可能最要劲的时候 木里奇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 木里奇能回归 苏格拉里现在变化还是挺大 嗯 442352 4231433 最近也是不停的在变 对上广来说这个赛季 呃有些比赛 领先对这种扳平 那这球高连 这边就是一个人 那这个弧度 好球 到这边路 正美队友 去翻车 这球传的不错 但是由于球弹地起来之后 这个反弹线路判断不太好 所以吴磊这个球没有顶到能放快门内 那前面队友可能对他也是一个干扰 一个是干扰 一个是这个球流箭 别晃了一下 流箭也没敢碰这个球 对吧 流箭碰这个球很有可能行动不容易 所以这个球弹地之后吴磊判断也是出现了偏差 但这个球从反击的速度到质量来看 上一上往打的还是不错 很流畅 中路分到边路 然后中路再包抄 现在通过今天阵容 我有感觉 我的感觉就是 上岸上岗这场比赛排出了基本上一个主力阵容 然后三天之后 有可能在联赛当中有可能会有些轮换 他有些轮换 然后这些球员 大部分球员准备拼下周二的这个 还在这踢的那场亚冠 那场亚冠比赛 有可能 我觉得简直没有其他的可能 因为他现在联赛 现在联赛对上岗来说他差了五分 那可能是比较难度比较大的追赶的机会 但是在足鞋杯还有亚冠 就是两场比赛 四场比赛 这种淘汰的话 那可能什么情况都能完成 所以说在这个周末 恒大在客场和上岸绿地生花的比赛 如果这场比赛 这个轮换阵容打得不错的话 保不及斯科拉里还会做出一定程度的轮换 对 这个轮换好不高 但是现在生花现在 因为生花昨天也是打了一场足鞋杯的比赛 另外瓜林受伤特威斯也回国了 现在就剩下马丁斯莫雷诺金鸡鸡 基本上这三名球员 恒大的这个厉害的这个 这一帮人在这坐着 小分队在这 周末中 采派置已经响了 那场之后双方 在这个加州二 再有一场牙冠的决战 塞拉里换人以五分钟为一个间隔 换下陈子鹏 应该换了三名球员了吧 这是最后一个换人名 这个有点冒险 他是55分钟王上元换荣耗 61分钟高林换目里奇 现在66分钟 这个还是有点冒险 如果说这个一代有球员出现伤病 或者红王牌的话 这个比赛比较难打 这三场比赛 两个人关门 这个球应该问题不大 我现在我想看一看这三场比赛 两支球队有没有几名拳全部打满三场比赛 这个人很有可能 对吧 多尔克可能全踢 对 如果他自己身体合适的话 这球应该没问题 没犯覆 这个鞋刺过来的理学旁边直接是把球给踢走了 多尔克有可能 奥斯卡有可能 弘大这边徐昕的位置现在应该会更重要一些 因为保雷尼奥走了之后 黄博文受伤 中场的中度确实还是需要人的 迈多夫打门打在立足上 这个球啊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恒大俩两人后腰啊 都被缓过 没错 而且徐昕在后腰背上丢球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对 门柱再一次救了广州恒大 这场比赛主队上海上港已经两次强球打在立足上 后方传球失误 大家对着反击 高连 又看超 看来 再给高连 高连的船中被打下来 李雪坊 球弹到了后点 往上远 李雪坊刚上场体力还比较足 回归这两个路没有被落下 感觉这段时间双方体能上的消耗也比较大 战术都有些松伤 中场现在基本上都不怎么射风 不过这些人都会有关于天派的旅行 要可 又遭上的博物 我们上远大厨 但是我们上远大厨的时间 我们上远大厨的房子 可以打印 我们上远大厨的关于天派的旅行 看看艾克迈多夫刚才中路已经完全空了 那这个球就是你护腰丢球的话 太危险了 工大已经两三次在外围 直接很远的距离七角射门了 这种射门其实没有什么危险 就是因为地区里面感觉没有传球的顶 小动作 船只有一个点 扣尔克 沃斯卡 原地突然一个摆脱 七角就是 而且这个球 牛电座正在移动当中 还打了一个反角 把车 许欣 右边王上元在接他 许欣自己前叉进到禁区里边 你看这个上岗的这个临时教练啊 一直让球队往前顶 往前顶 因为现在在狂动一段时间之后 上岗上岗的体能啊消耗也是非常的强 是 他们好像也要喘口气 对 乌尔克 乌尔克 乌尔克自己选择的摆脱 再给 乌尔克 进去里边了 这个球 廖尔克一直是跟着乌尔克 从后腰位置回到禁区里 高林也很有经验 他造成对方犯规之后呢 本队稍微喘心一下 现在恒大就是前面三个人 对 但是现在上岗的中场也没有了 就是蔡卫康 远超 看看 漂亮 这球 倒钩 应该是吹了 余漢超这球打得漂亮 严俊成扑得也精彩 这球扑得真漂亮 这球打成了圆角 你这个 严俊成说 你这得防守 我就剩四个人怎么 蔡卫康说我还在啊 一个人在不够 那这个球高林想打倒攻 阿兰想投球攻门 还有一个上岗球员在解围 中后位在解围 应该会吹攻防犯规的 看这个球 余漢超打得漂亮 拜托复欢 兜得真好啊 哦 没碰到啊 是 他碰到的时候 球已经从立柱上弹回来了 运气也不错 这球弹在严俊龄的后背上 居然没有弹向球门 看这下半场 双方各有一个立柱 这边是阿哈曼多夫 这边是余漢超 但是这个球 如果没有失科 奋力去拼抢的话 这个球阿兰顶起来非常舒服 但是阿兰有可能会被高林剃倒 这下很重要 这个位置有一个防守球员很重要 所以说这种球的话 作为一个后防线球员来说 必须要 必须要上了这下 球是打在立柱上弹下来之后 弹到了门匠颜俊龄的背上 落到门前 这个时候门匠已经摔到了一边 球门是空的 石科是在三个人当中 最先到落点 跳得也最高 把球解围出去 同时他也被进攻队员给踢到了 石科这下太关键了 现在体能消耗比较大 这个时候你可能每一次拼抢 如果你不用尽全力的话 非常非常容易受伤 这是刚才那个进球 分球的就是埃哈迈多夫 自己又跟上补射 来吧 你很len亡 去吧 把你搞的 力量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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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去吧 走 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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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香港的 几次 被编过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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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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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 最后 正面对的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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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